另外关注印度G20峰会将在本周六日召开 而这周一挥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在新德里跟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挥达公布新闻稿强调 一个多礼拜之前印度才成为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 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正不断提升科技的能量 另外这是莫迪还有黄仁勋他们两个人的第二次会面 这也代表挥达在印度扩张速度 包含在科技产业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之后黄仁勋也会跟当地的科学家印度这边来研究 针对经济转型还有量子计算等领域进行交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